您好 今天旅光古董珠宝想要和大家聊聊的是 巴黎的新艺术风格印记 最近我从苏黎市搭乘高速火车去巴黎工作 当我从一个新教城市移动至世界知名的浪漫之都 我深刻感受到氛围上的差异 巴黎是一座艺术殿堂 拥有丰富的文化宝藏与历史遗迹 而我每天都沉醉于它的美 1850年和1870年之间实行的改造计划 大抵完成花都现今的样貌 在拿破仑三世与建筑师奥斯曼的代理下 许多采光不良又拥挤的中古世纪房舍被拆除 取而代之的是宽广笔直的道路和雄伟的新建筑 现今巴黎最典型的楼宇为19世纪下半叶新建的奥斯曼风格建筑 它们拥有浅色方石墙面、灰色屋顶与铁翼阳台 占据当地主要的风景 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 将会发现花都在细节上拥有许多新艺术风格的印记 19世纪末,欧洲掀起新艺术美学运动 以于新古典主义讲求结构与繁件平衡 新艺术美学回归大自然之美 得中波浪文和流动的线条 不讲究对称 花草、鸟兽、女性同校等都是受欢迎的主题 这项美学运动更大量应用在建筑、家具、海报和首饰 融入大众生活之中 此时,巴黎正在建造地铁 并委托埃克托吉玛设计出路口 在现代风格兴盛的时代背景下 新艺术便深刻影响公共美学 吉玛所设计的地铁拱门与围栏 即以弯曲的绿色铁柱为主基调 它们犹如藤蔓卷绕 灯杆更像垂落的花朵 展现大自然蓬勃的生气 城市之中也存在新艺术风格建筑 最具代表性的是朱勒·拉维罗特的作品 《拉维罗特之屋》 这栋1901年建造的楼房 以丰富的曲线、花卉、藤纹与人物像装饰 两台以波浪状铁条焊联而成 散发独特的神秘感 另外童年新建 位于阿布韦尔街14号的楼房 也充分展现新艺术之美 建筑是有大量的绿色叶草 与冒头音像 具有浓厚的有机调性 您是不是也对富有大自然元素 唯美浪漫的新艺术风格 深深着迷呢 欢迎参观旅光古董珠宝的专业 或许您也能找到适合您的新艺术风格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